高雄今天發生嚴重車禍 一輛水泥玉瓣車在咸津國道一號南下 三百四 三百七十四點四公里的地方 行駛出口雜道時 車子就突然衝出了護欄 從淵木五層樓的高路直接墜落 重摔在平面道路 三十二歲的王姓司機受困車內 送醫之後人選告不治 畫面左上方一臺水泥玉瓣車垂直落下 不到五秒鐘重摔在地 從另外一個角度放慢速度來看 車子墜落過程中還夾帶大量灰塵 好險等時沒有其他車輛經過該路段 但這一摔混泥土車扭曲變形 車頭幾乎全毀成了廢鐵 駕駛受困在內 它昏迷不行 它可能被壓在車頭下面 因為我只有看到它的頭髮 然後整個人就有點卷曲 可能是在車子裡面這樣掉下來 就卷曲在裡面 它掉不行 有外傷嗎 其實那時候是看不出來 駕駛腦不凶不出血 四肢骨折 傷勢嚴重 送醫後搶救無效 這起嚴重車禍就發生在早上10點多 當時32歲的駕駛載著水泥 從國道1號南向374.4公里 往第二貨櫃中心出口前進 不過就在轉彎處 它先撞上內側護欄 接著跨越高達145公分的外側護欄 從16.7公尺高的高架橋墜落到平面道路 發生的巨響就連在觀光工廠裡的遊客都有聽到 碰一聲以為就是坑洞這樣子 對對對 可是沒有想到說 就是有那個水泥車就翻覆 32歲王姓駕駛是路況不熟 過彎補盛還是疲勞駕駛 造成混凝土車垂直墜落高架橋 留下的種種疑點 仍帶警方進行不離親 記者黃斌 艾小組 高雄報導